北韩军力扩张核能量高于美国评估 中国上修了对北韩核能数量的评估 平壤军力持续增加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为安造成威胁 中国顶尖核能专家表示 北韩目前可能已经拥有20枚核弹头 并指出2016年 北韩核弹头的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一倍 美国国防部表示 北韩能将核弹头装在KN-08洲际导弹上发射 射程大约9000公里 可到达美国东岸 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 美国和南韩与日本 签有共同防御条约 攻击这两个国家 就等于是对美国开战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